诶 这应该是 牧场出现了一些小的矛盾 刘征 又是虽然 没眼说了 这个呢 我觉得 现在过去了 裁判吹 委体犯规 矮大吹了我也认 但是这一轮系列赛 广沙和山东这一轮 确实是挺有火药味的 拉手犯规 虽然吃到一个踢 但是文俊杰没有在场 文俊杰是在场 这球虽然不应该 虽然还是要注意点 对 后果 走 一推 裁判并没有吹 下来之后虽然有点 但现在有点疯了 这一楼 双方反规 双方反规 这球是被莫泰盖掉了 又是虽然技术犯规 这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球 我这一是假摔 没动啊 这球吹得我说实话 有点哭笑不得 对 对 三中队又出现了失误 出球劳森阻挡犯规了 这个 小丁突破底线 如果去重点布防的话 局部的延误和夹击 它是出球很快 很好的习惯 很好的选择 莫泰换出来 这边漏掉苏尔鱼 高低位 小心小心 虽然 吹了虽然的犯规 又给了个 直接给了个围起 主裁乔生 吹了虽然的围起犯规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哎呀 这个太不好了 直接是给了一个计辅犯规 应该是给到凯撒吧 他是绕开了虽然 是直接给了凯撒一个计辅犯规 我们再来看篮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吹了虽然这一下 轮爪 这确实是一个围体的动作 全球中的吹发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因为比赛时间还长 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消耗 因为在球赛 赛上我们看到对抗很强 都想去通过这些细节 去再去主任 但是还是要控制 不要去发生这种意外 非战斗检员嘛 对 球队犯规数还没变 看到场面组台上的这个表 怎么吹 我吹了一个尾体 然后教练员一个技术犯规 一共是要罚三次 然后还有一次的中线之球 首次比较清楚 这个犯规的都会 对 对 对